那我就好奇啦 大師您剛才有提到 我們一般佛教徒認為說 其實啊 這個生活禪是在生活中實踐 但是您在書裡也有提到說 現代禪跟生活禪 它其實是錯誤的 甚至錯得離譜 那您的笑話禪跟生活禪 還有現代禪 它的不同點在哪 所謂的這個現代禪跟這個生活禪 其實我很坦白跟大家講一句話 在禪上面加上現代禪跟生活禪 或者是笑話禪 全部都是錯誤的 全部都是錯誤的 不只是生活禪跟現代禪跟笑話禪 是錯誤的 本身這個禪這個字也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只是一個名詞 生活禪 現代禪 笑話禪 甚至於禪都只是一個名詞 如果是以前的這個 造字的這個倉吉 是 他造了字 他沒有造這個禪這個字 到今天 所以也沒有辦法來講說這個 這個就是禪 都是一個名詞 我意思是這樣子講 你看 要解釋盧聖宴也不容易 我本人就是盧聖宴 但是盧聖宴 好啦 什麼是盧聖宴 如何解釋 如何去解釋 這個盧聖宴 我常常以前常常講 我出生的時候那個 光做屁股的那個 剛剛拍照的那個相片 那是盧聖宴嗎 是啊 那麼我讀高中的時候拍的這個 平頭的這個學生頭的照片 大頭照 那也是盧聖宴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戴方帽子 畢業照 那也是盧聖宴 現在坐在這裡的也是盧聖宴 但是多已經不同 每一個才是 對 是哪一個 每一個都是 每一個也都不是 為什麼說不是呢 我坐在這裡啊 你看到的就是盧聖宴 那麼你看到哪裡 是真實的盧聖宴 真實的 你看 有人講說 這個盧聖宴 他的頭是盧聖宴 他的手是盧聖宴 他的腳是盧聖宴 他的皮膚是盧聖宴 他的五官是盧聖宴 到底哪一個才是啊 或者是他的想念才是盧聖宴 你如果給他分解的話 根本就沒有盧聖宴 那這個就是禪 這就是禪 我在講就是 這個就是禪 還是如果用一個禪字 那如果大師 那我要用一個禪字 說大師 應該說不就是禪 其實這個禪字本身 也不是禪 對 不過就是這個名字 禪的本身也不是禪 沒有一個是整體性 是 世界上在這世界上 沒有一個東西是整體性 完全是每一個東西是組合起來的 對 你說你把這個一部汽車 我解釋一下 一部汽車你看說這也是汽車 但是汽車是你的名詞 是你的意念裡面所想的 這是一部汽車 其實它是由輪胎的 輪胎 輪胎拿起來 它是不是汽車 輪胎不是汽車 方向盤不是汽車 銀鏡也不一定是汽車 車的表面也不一定汽車 還有它的擋風玻璃也不是汽車 它的桌椅也不是汽車 它是很多東西給它並購起來 結合起來 你一個觀念出來說這是汽車 事實上分開來什麼都不是 所以世界上的東西 沒有一個整體性 真的 花飛花 物飛物 就是這個 有 我覺得我好像有聽懂 有 我覺得大師就說 你要問我纏 纏 這是個名字 其實我覺得大師剛跟我說了很多道理 我覺得那些就是慘 是 我覺得任何一種道理 任何一個 而且就像你說的 是真是假假假假 真真真假假 它都有可能 是 而且大師剛還特別提示我們 就是很多不要拘泥在形式 你一定要說 校化禪也好 生活禪也好 現代禪也好 你不要拘泥在那個點上 所有東西都有它的組合 最後它也會灰飛煙滅 所以禪也不是禪 大師是嗎 謝謝 謝謝